我們先拍兩位的合照 超澤穿著一身黑白漸層西裝 緩緩走上舞台 以台北電影節迎戰大使身份 帥氣出席活動 看上去氣色不錯 沒有異狀 但其實他在上個月 拍攝新作品的動作炒面時 才不慎撞上鐵板 倒置脊椎受傷 現在正在回復中 那醫生有說就是 不要太剧烈運動 對 以防止他再一次 那個撕裂這樣子 對 但是是開始在恢復 脊椎這邊 對 第二節 剛外界報平安 也坦言已經回到劇組拍攝 邱澤工作運氣勢如虹 除了正在熱映的新電影 當男人戀愛時 票房標破三億七千萬 更確定進入台北電影節複選 有望讓邱澤在一瓶影帝寶座 我會表達一瓶爆平安 因為對我來說 很多獎項也有點像是禮物 就是你認真努力做好一件事情 然後被肯定 所以我覺得 當然會很期待收到禮物 不過勁敵也不少 同樣是破譯電影 角頭龍六連也確定進入複選 代表邱澤也可能要迎戰 實力堅強的正人說 我覺得會入圍的一定都是非常優秀的表演者 所以緊張 不會緊張 就是 我覺得可以一起去感受那個典禮的氣氛 入選台北電影節複選的 另外還有謝忻穎林柏鴻的怪胎 以及張震 張俊甯的氣魂 還有親愛的殺手等等 通通非常強勁 入圍名單將在五月中公布 七月頒獎 就期待今年究竟 獎落誰家 TVBS新聞張仲華與配傳台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